大家好 我是Wano 今年是新世代超人十周年 上次就跟大家分享了我對超人銀河的觀後感 裡面說到超人銀河不好看的地方 以及用新角度看超人銀河 我看到的獨一無二之處 如果想知道更多 記得按右上角的位置去看這段影片 今次就跟大家分享超人銀河的續集 超人銀河S 如果大家第一次看我的頻道 我的頻道主要是會講述關於超人的影片 如果想看更多關於超人的影片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有歡迎留言討論 講下你怎樣看超人銀河S 事不宜遲 借開始 在講述我的觀感之前 先跟大家講講超人銀河S的製作背景 它是超人銀河的續集 可以說是超人片集 第一套以同一個超人作為主角的一套片集 而當中的S是指Stonewumu 跟超人銀河不同 它不是以青少年的青春為主題 而是講述主角禮堂光報入聖年的故事 不同人物有不同價值觀為故事的發展中心 還有講述朋友是怪獸的主題 當中的敵對角色 千篇律聖節 Eguzena有冷紅性格 將怪獸和宇宙人當成自己的棋子 和主角認為朋友是怪獸的觀感形成強烈對比 當中 Android 1.0 由敵對角色變成正義角色的劇情 都是值得一體的地方 最後 國際防衛機構利用聖利元晶 所設立出人類都不能控制的武器 都是整套劇的精髓 整套劇就是圍繞著主題而誕生 再跟大家講講超人銀河X的故事 因為有些朋友可能是沒看過超人銀河X的 故事內容大致是講述 Chiburu Senji Eguzena為了令Dakurugi Eru復活 所以要去地球吸收這個聖利元晶的能量 而地底人為了保護聖利元晶 所以就派出超人聖利 和Chiburu Senji Eguzena的軍團打過 再次得到超人銀河力量的禮堂光 我亦都加入了今次的戰鬥 身為超人銀河的續集 我覺得做得相當之不錯 劇集中是跟超人銀河有關係 當中有兩樣東西是做到的 第一就是舊作的人物不單在銀河X出現 而他們都有不同的變化 有人實現到自己的夢想 而有人都覺得自己的夢想停滯不前 而他們的出場次數都是不多 可以做到跟超人銀河有連動 但又不會被他們搶了超人銀河X的角色 第二就是Dakurugi Eru在大結局出現 結局編的對手是上一輯的Dakurugi Eru 這樣也是跟上一輯有副認 但他整套的敵對角色都不是Dakurugi Eru 而是Chiburu Senji Eguzena Dakurugi Eru只是最後出現 都可以跟上一輯有副認 但就不會被Dakurugi Eru成為了金輯的對手 有副認之外 都不會搶了金輯的尖角成份 即使跟上一輯有副認 但他也有金輯的特色 最廣為人知的就是全新的超人 超人勝利的出現 整套劇令超人勝利的性格改變 由一開始的對打變為之後的合作 令故事的主角即使跟上一輯一樣 但因為新超人的出現 令故事跟上一輯有很大的分別 加上有防衛隊UPG的出現 完全打破上一輯我接受不到沒有防衛隊的地方 令故事更加貼近平常看的超人 跟上一輯以青少年為主的故事有極大分別 好像我支持這樣說 大肌肉的敵人是Dakurugi Eru 跟上一輯有關聯已經很好 而且整個結局我最喜歡是有很多不同角色的出場 不單有上一輯的角色 當中更加有不同單元故事的角色 這樣令到整個故事有延伸 角色不只是在單元故事上出現 是D款大事件都再次出現 令整個故事更加有限制 當然都有不好的地方 最令我接受不到 就是防衛隊UPG的一些細節位 雖然超人是一些幻想出來的片站 但也不能忽略一些現實的位置 防衛隊的一些細節位 如果可以拿捏得好 其實是可以將一套空想的片站 滲入現實的元素 但可惜超人銀行S的劇組 就未能將防衛隊的細節位拿捏得好 首先 一個組織應該要關心他核下的隊員 工作的時候安全的問題 所以以往的防衛隊出動的時候 最起碼都會提供一個頭盔給隊員 但UPG每一次的行動 都是沒有頭盔給隊員配戴 這樣隊員的安全就有很大的問題 不過 個人認為 這些可以諒解的 始終要為每位隊員製作頭盔 都是一個經費的問題 而當時員工的資金真的有限 所以有些拍攝道具 可能真的要避得就避 所以都沒有辦法了 除了安全問題 紀律的重要性都很重要 防衛隊都是一個紀律部隊 所以他們都接收指示的時候 會有相應的動作 制服當然一定要穿好 兼且是整齊 不過UPG的設計似乎就忽略了一點 隊員的制服有很大的問題 因為他們每一次出動 都僅是有隊員的制服是不整齊 豪氣就長期不會把拉鍊拉到最高 而禮堂光就更厲害 每一次都是沒有拉拉鍊 所以UPG給人的感覺 就失去了部隊的嚴格感覺 令人感到有一種兒戲的感覺 第二樣東西不好的地方 就是軟膠公仔的問題 故事裏面 為了宣傳軟膠公仔 令到有很多公仔出場 而他們的出場 都是出得相當之不好 每次Tiputu Sanji Eku Sera 派不同人出動 都會給軟膠公仔各位成員 令到每次的敵人 都是靠這些軟膠公仔去出擊 怪獸的生物感 和特色 和上一輯一樣 都是不會有 因為這次的怪獸 已經成為了敵人的機械人 而重點是 劇集完全沒有交代 為什麼Tiputu Sanji Eku Sera 會有這麼多軟膠公仔 而他死的那一刻 都是變成了軟膠公仔 這就是整套劇最不好的地方 不單止怪獸變成了軟膠公仔 很多怪獸都是被人弱化了 最令我不滿就是E被拉薩 當時 超人陪比斯打一隻E被拉薩 是打得很辛苦 在超人銀河S 竟然一招就可以殺死 十幾二十隻E被拉薩 真是看到我嘔嘴 即使 超人銀河S 有不同的不足 但是在當年 原谷都可以做到一套 有超人模樣的超人編集 身為超人Fans 我都覺得是不錯的 最重要是 當中 維多利亞加龍炮的故事 是寫了人類科學技術的失控 而帶來的問題 從而都引遇了 福島第一核電站之後的 社會狀況影響和發展 在大量的玩具宣傳下 都交代到社會的問題 更加是一套不錯的作品 所以我覺得 身為超人Fans 超人銀河S 都是值得一看的 這條片到這裏差不多 如果想聽更多關於超人的影片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有按下鈴鐺 一有新片就立即知道 不要忘記 讚好留言和分享這條片 告訴我 你又怎樣看超人銀河S 這條片到這裏 和大家再見 拜拜 拜拜